先掌王惠美二日前往视察 园林市麒麟坑户岸道路 以及花坛排水与北口大桥上游排水道路 督促相关单位尽速如期如值完成 确保民众出入安全 目前我们有关于再修的部分 过期都要差不多两三五月一后 才有可能进到发包的程序 我们现在的整个流程 到现在才两个月的时间都已经开工了 那希望说迅速到完成 让我们的民众进出还可以更安全 我们后续会把自理计划再拿出来 重新的再盘点 依照我们的区域的排水的一个整治的流程 进速再跟中央来争取 那如果有紧急状况 需要县政府来维护的 我们会进速的来维护 能够更加的安全 进出选择到方便 房屋和土地也都流行 所以说会去危害到我们民宅 感谢我们这个管府 花坛来给我们做一个精修 让我们民众这个房子更大 可以更安全 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强降豪雨 造成园林市麒麟坑户案及道路坍塌 毁损原有气石潜坝 花坛排水包括花坛村 光明路上游户案呈现滑洞 路面崩裂 北口大桥上游户案塌陷 及路面均裂 县府已在第一时间紧急抢救 包括混凝土灌浆补墙 避免让坍塌影响到民宅 后续待设计发包后 就会施工保障县民的安全 公益频道张华允 园林花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